除了以科技冰热附带获得了优胜的好成绩 在这次的北区科展当中 东海高中学生另外也以冬天洗手不怕冷 获得了佳佐 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只需要短短的5秒钟 就可以从20几度升到30-40度 冬天洗手不怕冷 原因是学生在水龙头上加装了才有引擎的预热塞 让水迅速变热达到省水节能的效果 一般水龙头要有热水出来的话 必须等到加热器去加热出热水 可是前段那些在加热时间 那些水还是不断流失掉的 那些水会浪费的 加上我们洗手只需要一段时间 就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洗完手关闭时 后段那些加热出来的冷水 原本加热成热水 但是加热出来的那些时间浪费掉了 加上它没有用到 所以它温度会下降 然后瓦斯也会跟着浪费 所以说我们使用了 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预热塞 预热塞的部分是 它是负责预热的 空烧可以达到900度 然后想说那我们可以把它瞬间 如果它可以瞬间加热到那么高的话 那我们把它采用在加热器上面的话 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三支预热塞 然后在我们达到我们加热的速度中 非常快速 所以出来的水会使 原本在冬天 冷水会冻伤 或是洁冻的那种感觉 然后会因为热水的情形而舒适一点 然后在我们洗手时不会浪费到后端那些加热时间的那些水 就造成一些浪费 然后现在地球暖化 所以我们这个瓦数也比平常热水器来的低 然后也省电 然后又省能源又省水 东海高中七二丁学生汤文仁 刘君宏与七一炳的张顺杰 他们的作品《冬天洗手不怕冷》 获得北区科展佳作的成绩 让学生都觉得很光荣 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对啊 然后这种有得名的话 对未来升学有一些帮助 东海高中气修科在这次的科展当中 获得优胜以及佳作的好成绩 精彩的表现 让全校师生也引以为荣 天安亭新闻 方建凯丽门会 三重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